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好的來玩這款幽靈大冒險 但是這個名字跟遊戲應該沒啥關係 這可能是Pokemon的遊戲 伺服器已經開這麼多了 走路巢啦 胖丁啊 這都是寶可夢的怪物嗎 他們叫怪物嗎 他們可能叫怪獸吧 精靈寶可夢就叫精靈好了 可以選男生也可以選女生 好名字可以隨機 哇 這個輸入法怎麼那麼大啊 Bug嚴重啊 試試看有沒有玩過啊 應該是沒玩過這款 雖然玩過蠻多寶可夢的手遊 但這款感覺沒玩過 只是感覺啦 然後他的音樂都是變奏的啦 所以應該也沒有什麼本權音的問題 好 登登 好 小火龍 初代的 初代的 我也只認識初代啊 老人家只認識初代啊 新的都不認識 雖然我有幫那些小朋友買一堆那種寶可夢圖鑑 他們比較新的也沒在看了 長大就比較不愛看了 現在都看那個 日本動漫 動漫的一些 把通啊 基本上都會砍 基本上都會砍 年紀大的那個 會砍 那小的就跟著看這樣 這會有一隻戰鬥 然後跟這個金錢貓打 喵喵啦 不是金錢貓 我只知道金錢爆 在台灣講酒店真的是酒店 就是去喝酒啊 去那個 跟那些 女生玩的地方吧 點擊螢幕啊我什麼不能點 Lag喔 卡卡的 剛剛卡了一下 登登 他那個聲音是以前那種BGM的 寶可夢的音樂 寶可夢的那個音效 你的那個 GBA啦 GBA Gameboy Gameboy Color那一種 Advanced那一種 那個以前我都有玩 就整個晚上都在那邊玩那個啊 都不睡覺啊 就在電腦前面抓一堆模擬器來玩啊 用電腦玩那些 GBA模擬器啊 或是SF F C模擬器啊 或是SF C模擬器啊 玩一些古老的紅白機遊戲啊 有沒有自動啊 還沒開 三集才開 現在也是模擬器啊 只是用是玩手的模擬器 比如說你想要玩一些比較老的作業系統啊 XP作業系統 已經蠻老了吧 你可能就是要去下載一些模擬器 但是是模擬作業系統的模擬器啦 以前可能我都用什麼VMware啦 什麼Visual Bugs啊 我不知道這些現在活不活著 已經很久沒用了 以前都會模擬各種作業系統 我不知道點哪裡啊 點的沒反應 點這邊啊 還有一些 Bug吧 沒有優化好了 點不出來 所以它不是Lag 而是點不到它要的地方 還有綠毛蟲 綠毛蟲 綠毛蟲會精華成八大狐啊 以前叫八大狐啊 以前叫八大狐是不是啊 反正就改名了 以前寶可夢台灣叫 神奇寶貝 然後可能要國際接軌 就全部都改成Pokemon啊 Pokemon就是寶可夢 直接翻成寶可夢 就統一啊 統一 統一一個說法 就跟那個Doraemon一樣 小時候叫小叮噹啊 後來有一天就證明 叫Doraemon 這個我一直記得 因為那時候我年紀很小 但是我都會買那個 週刊漫畫 然後那個週刊漫畫 就有跳出一頁廣告說 從現在開始 小叮噹它證明成Doraemon 終於可以自懂了 然後連續打了好幾個禮拜的廣告吧 就是開始九二九是 你可能跟現在的小朋友說 小叮噹它可能聽不懂吧 它可能不知道 它可能只是聽過Doraemon 不過Doraemon 我們家小朋友也不太看 他們只會看什麼蠟筆小新啊 或是我們這一家 這一種的啦 超愛蠟筆小新的 可惜很多日本漫畫家很奇怪 就會發生一些意外 你就不好好的畫漫畫 就這樣離開我們的 對不對 蠟筆小新的作者 在山上拍照好像摔下去了 就摔死了 然後那個遊戲王 遊戲王的作者就那個 逆海 人在海邊要救人喔 逆水死了 然後鳥三明就生病死了 鳥三明已經一兩個月了吧 這一兩個月我快被西融珠的那個 YouTube影片給洗到很 洗到很受不了 但我都不太看 基本上不太看 就一堆那個YouTube在那邊趁熱度啊 就一直拍一拍他的影片啊 在那邊解說啊 欸 點老高也有解說嘛 不是刪掉影片 因為講解一堆錯誤啊 錯誤一堆 道歉 然後刪掉影片 當作沒這件事情 當作沒有廣告收益 好這沒有出職商城啊 這種遊戲不是正版授權喔 所以 你如果真的想花錢請三絲喔 就沒什麼保障啦 你就把它當作打水漂吧 如果真的怎麼樣呢 這個新的我都不認識 新的都比較那種 機械有沒有 線條都比較這種直線型的 然後名字都一堆很長的名字 什麼路卡利歐啊 我隨便講 都四五個字以上 然後分各種地區的版本 好這邊可以兩倍數 好回合字 然後四十五度 然後全自動可以開了 兩倍數也都開了 他還沒有整個去復刻那個Pokemon GO 那一種畫面 有的會去操那邊的模組來用 好這邊有錢袋喔 大錢袋 本月寵物這是誰 烈焰嗎 烈焰嗎知道 他怎麼全部都黃的啊 我記得他是白的啊 身體是白的啊 我們來看一些圖鑑吧 有沒有圖鑑可以看 沒有圖鑑耶 糟糕 我這裡 登登 我啊勒幾句話 這是烈空座喔 烈空座我知道 因為那個 以前他們去玩那個機台的時候 都叫烈空座出來 寶可夢機台啊 寶可夢機台一直在 從原型變正方形喔 然後現在後來變長方形 然後日本好像又改版了 日本的那個機台又改版了 台灣我不知道引進了沒啊 反正玩這個是很貴的 這我都不知道說 黑球雷姆 劍王 阿 地安西 就看過但是名字我講不出來 鋼凱鴨我有啊 在我的旁邊 不過這是幾句話的 比較不一樣的 這些我都有啊 就是我桌上有那個公仔 小公仔都有 那個鋼凱鴨那個小朋友 居然他太醜就丟我這邊 那我就還他 放在他櫃子上 他又再還我 明天就無限循環 玩這些遊戲 把他不要的公仔丟過去 他又把他 他又把他還回來 小火龍我也有啊 嗯 就是我放在我的那個 電腦桌旁邊會有一個櫃子 櫃子上面我都放那個 寶可夢公仔 很小隻啊 那麼小隻一隻大概都150吧 100到150吧 好妙蛙總局 妙蛙花 妙蛙草 出戰大巫 大巫 大概是某一代的對手 叫大巫吧 以前都是什麼字啊 什麼字的 忘記了 然後這個都是大莫博士啊 只是每一 每一 每一期的那個博士 名字都不太一樣 欸 有人其實從我走過去 但我不知道他們是真的 真的玩家還是AI啊 還是只是機器人在那邊 逛大街 讓你覺得這個遊戲人很多 營造出一種假象 但其實都沒什麼活人 竟然都是機器人 以後那些AI只要有AI功能的話 搞不好他都會回你話了 你搞不好就分不清楚他是真的還是假人 對對對遊戲裡面搭配AI系統 你就以為你在跟真人玩 跟AI談戀愛 你線上的老婆都是AI 線上的好友全部都AI 有沒有這個在那邊逛街啊 不知道是真的 騎寵物 寶可夢的遊戲裡面都可以騎寵物啊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食物群上面那些 Pokemon啊什麼 什麼 什麼劍與盾啊 蛛魚子啊那些 都是可以騎寵物 因為他們每天都在玩 常常玩 好 馴服 馴服什麼 這裡有福利喔 你看點螢幕點了沒反應 要點這邊 要點右下角 對他們來說這個才是螢幕啊 點這個位置 好這邊有一個水母啊 這個水母叫什麼 我會忘記 但是我知道這一隻 沒那麼熟 這隻好可愛喔 這隻我的櫃子裡面也有 就是那種大頭的 大頭型的 塑膠的那種大頭型的 然後它是可以做成 變成一顆球 它可以把身體養肚子 全部都收起來 每次他們去日本 就買一堆寶可夢的 這次去日本 就買一堆寶可夢的一些 玩具回來 公仔回來 真的又買一堆 都是新的 它新的 就做的有點像那個 那種模型 你知道嗎就是你要去組合 鋼彈道的模型 就是你可以去把它剪掉 剪下然後去組裝成一隻 寶可夢 好水火蟲 這個是哪一隻鴨 可達鴨 對不對 沒錯可達鴨 可達鴨會進化成 哥達鴨 哥達鴨還有什麼大蟲鴨 這邊看得出來嗎 我們來看一下 哇還有伊布耶 可達鴨 看不出來 哎呦啊 可達鴨在這裡 可達鴨就呆呆的 然後就進化成 可達鴨 我來看一下是八大五還是八大蝶 那怎麼看不出來啊 名字在哪裡啊 這邊有一些可達鴨 可達鴨 可達鴨 名字好像看不出來 只有綠毛蟲而已 沒辦法看 沒辦法看進化說進化之後的名字是什麼 好 反正就改名字了 欸玩多久了 玩14分鐘了 我們先這樣先這樣 我們稍微看一下這些功能吧 嗯 實裝 火箭隊耶 這遊戲不錯耶 這火箭隊的老大 這遊戲不錯不錯 這遊戲不錯不錯 可以換形象 而且形象都還蠻還原的 都還蠻還原的 都還蠻還原的 大師實裝耶 哇這遊戲不錯耶 然後玩樓是什麼啊 可以加成 系統的話 畫質好像不能改了 華麗模式是怎樣 省電模式 對話碼不知道 這遊戲那個遊戲介紹 基本上 Player上沒有任何圖片 然後遊戲介紹也不會跟你講 這是寶可夢 全部都歸壁 但是我一看就知道它應該就是寶可夢了 看來出來它在長 但是我知道它在長 雖然一看就覺得它就是寶可夢 這是排行榜 哇功能好多啊 儲值活動 字比較糊一點啦 不夠精緻 簽到 成長機 但是它是3D的喔 都用3D模組 好月卡 月卡 月卡多少啊 那點才知道耶 點的也不知道 這裡喔 4.99喔 連續30天 好 皮卡丘 皮卡皮卡 歡樂送 解尼龜啊 解尼解尼 這我就不知道這隻是什麼 水 水菌嗎 可能是水菌吧 對水菌 我還是知道的啦 還是知道的啦 雖然我 後面就沒怎麼看 但是我小朋友在看的時候 我會瞄一下 這隻是那個雷弓 雷弓怎麼長這樣啊 這個畫的好奇怪喔 雷弓怎麼突然長那麼奇怪 這個快龍 不然等一下還是暴鯉龍啊 這個不是 什麼金魚的 就是它這個圖片沒有到很精細的原因 像它就各種剪材 你知道嗎 把它剪過來貼來貼去 我一有統一大概就是模組吧 這個3D模組 比較有統一這樣 那圖片它就沒有了 圖片我感覺比較沒有 這邊是碎片都沒有 這個是什麼 鹽兔兒 青年鹽兔兒 有些我真的不認識 不認識就看圖鑑啊 開始複習 超超夢X是怎樣 夢幻是自然的 超夢是那個人類去改造出來的 去繁殖出來的樣子 好 縮放 我們這邊是改變 切換 切換功能 這個電腦就是那個Pokemon的遊戲 都可以去把寵物丟到那個 電腦裡面 它會有一個 你家裡面會有電腦 可以去 把精靈球的 寶可夢放進去 它這邊也是叫電腦 OK 那我們就玩到這邊啦 我覺得實裝感覺還不錯 可以換 這麼多形象可以用 我就說這個模組感覺又統一做過 好的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贊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各位訂閱 我們下期支腦 我們下期不見 是呢 對不對 還是inks